这才是灾难的根本 你要讲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劫难 思到没有了 思到没有了 笑到就没有了 为什么呢 老思叫笑 父母教敬 父母教儿女 尊师重道 老思教学生 孝顺父母 这一个人是老思跟父母合作 把他教成功的 少一憋都不行 现在这两边都没有了 我们众生苦了 为什么呢 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教之一道 是教他做人的道理 你有才艺 你有技术 你有能力 你不会做人 那么你那些技能 都可能产生副作用 害社会 害众生啊 你像现在做的这个核武 周级飞弹 高阔级啊 做了干什么呢 杀人的 他不懂得做人的道理 他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啊 你做出这种飞弹出来 你杀人 杀人要偿命的 不是说杀了就没事啊 杀了要偿命的 更可怕的 你看这几天报纸上常常看的 生化武器 那个伤害众生就多了 如果他受过好的教育 他有好父母 他有好老师 他绝对不会走这个路啊 这个路呢 上三害理啊 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呢 古报 太可怕了 我在年轻的时候 读初中时候啊 我对于政治很感兴趣啊 我学校的老师都以为 我将来长大了一定会从政 出家我自己都想不到 怎么会走这条路啊 这个路子 张家大师提我选择的 我给他他 他说你从政 目的何在呢 目的救世救人啊 确实是这个心 古大德常讲的 良意良相 都是救世救命的 这条路子 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 无受难 无受难 弘法利生 有百利而无一弊 我想象他老人家所说的话 很有道理 所以我走这条路 张家大师提我决定的 这条路决定的非常正确 真正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做到了啊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也真正实现了 方东梅先生所说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得到了 这是道德之人啊 相思的教诲啊 我们能听 能懂他的意思 能体会得到 能够一交奉行 这样才能得到佛法的真正的利益 啊 教之一道 教之一道 这就是 这辈学生一定有理 教导他一道 佛法 佛法里面讲道 道是道路啊 白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有失调啊 啊 也教是法界 啊 有成佛之道 有成佛之道 有成菩萨之道 有成原觉之道 有成声闻之道 下面有天道 修罗道 人道 啊 畜生恶鬼 地狱道 是问问 我们是走 哪一个道 啊 我们是修 哪一个道 总的要搞清楚 搞明白 佛在经论里头 常常教导我们 任何一条路 都很复杂 不是那么简单的 但是 因缘虽然复杂 他 总有一个最重要的 这个不能不知道 佛在经教里面告诉我们 佛道 平等心 平等心是佛 那由此可止 我们学平等心 我们学平等心 对一切人 一切四 一切无 用平等心来看 这个人学佛 这个人走的路是佛道 啊 确确实实 是平等 不如今上讲得多啊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虚妄跟虚妄就平等了 我们学平等心